这绝对是本剧中最无辜的女人 她打破成规嫁给了义无事处的方有为 可在方有为的心中 海潮却是她生命中的权部 即使在与钟南结婚后 仍愿意为了海潮去牺牲自己 可这个傻年却没有办理 仍然为了陪伴方有为而死在她的坟前 看着眼前死去的钟南 海潮能做的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复仇的计划中去 而此时乔丽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因为她上次收购富玉林的股份 能用了银行大量的储备金 而现在所有的银行都逼着上门要站 无奈之下她只能找到父亲乔永芳 因为她想要装出一副孝子的模样 好筹集资金 而此时的乔丽早已看出了乔丽的想法 这你的身体不好还筹什么款 你有没有听过残而不费 我要不把他带出去 怎么能显得我孝顺 怎么能显得银行鼎力支持慈善活动呢 弟弟 你也想帮银行出一份力是不是 那银行也进去 看着二哥的离开 乔丽转身恢复了本心 此时的乔永发简直伤透了心 但是为了自己一手创办的创业银行 他也只能委屈求全 而到了慈善会现场 乔永发刚一出场 就被众多记者围了上来 终能询问乔丽为什么没有带他受伤的心理前 可乔丽却厚颜无耻地说道 这个是我们的家 如果真要提的话 就是在我爹地和我太太之中 我显得了我自己 乔永发听到这话表情瞬间无疑 不过他却转身说道 我儿子最孝顺的 尤其是对老人家的特别 他今天早上还跟我说 乔丽听到这话 鼻子都差点起歪了 但是为了自己的生意 他也只能笑着回应打架 而这边的富裕林和海潮 也正在商讨对付乔丽的办法 因为他在海外的资金 全部收拢了回来 于是他决定利用砸钱的方式 来给乔丽致命理计 就这样 海潮让人在市场上放出风声 传闻富裕林目前手头资金短缺 想要低价出售手里的资产 而乔丽顺利成章成为他们的第一目标 可恶毒的乔丽 为了再恶心富裕林一旁 把他们约到了富裕林的住宅进行谈判 别客气傅伯伯 就当是自己家好了 我很喜欢这里 这里的住一板凳都是你最熟 我们在这里谈生意最有亲切的 不过你要想做的话呢 最好多做一遍 因为我有很多计划 正在场地 我想把这里也许建为住宅 也许可能 把这里改为鼓劲安 乔丽不断用嚣张的话 你刺激着富裕林 可此时富裕林的演技也瞬间爆发 还向乔丽说 自己把驾着五十亿的资金 见价二十亿甩了 可噎痕的乔丽又是何等聪 她知道天上根本不会 无缘无故掉下线 于是果断拒绝了富裕林的好意 富裕林和海潮汽的当场就扭头而去 而此时的乔丽却又打起了小算盘 她安排人手悄悄地在股票市场投入大量的资金 想以此来做空富裕林的公司 果然如她所愿 仅仅用了一天 乔丽就在股市里靠着做空赚了数以人 可贪婪的乔丽并不满足 她马上安排手下将创意银行的储备金 全部拿了成 想狠狠地大赚 可较狂妄的乔丽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将为这个愚蠢的决定倾家当产